好 但您来关心这个华人首富李嘉诚 近期是是非不断 此前有关他撤资中国的消息 也是传得沸沸扬扬 那么近日就有媒体报道说 他旗下的长江基建以及电能的实业 被澳洲联邦法院追讨 供7亿7千6百万澳元的 未缴纳税款和罚款 澳洲联邦法院维多利亚分院裁定 长江基建以及电能实业 需分别补交约3亿8千万 及3亿9千万澳元 从2000年至2009年间 未缴付的收入税 以及未能向税务署提交登记文书的罚款 总共约合港币56亿3千万元 法庭是在这两家香港公司 未能提供接受法律文件的地址之后 以无需考虑更详细的抗辩为由 做出裁决 两家公司也都没有派遣代表出席法庭聆讯 据澳洲媒体报道 此次的判决是澳洲史上最大一宗逃税案 案情指长剑及电能 一直拖欠部分财务文件 从今年1月起更是停止与当地税务局联络 长江基建2013年中期业绩报告显示 该公司在澳洲的业务盈利达到5亿8千700万港元 同比增长1% 电能实业则贡献了18亿4200万的盈利 同比增长一成 长剑及电能过去都在财务报表 或有负债中披露有关税务争议 并一直认为成功抗辩机会颇高 长江基建也在早前发表公告 就相关的税务争议进行抗辩 两家设施公司均表示暂不回应此事 长江基建和电能实业股价今早双双低开 长江基建跌幅层一度超过1% 亚太第一卫视记者刘明依报道